可能正常 但是它可能 能看这一天来的一个词实 第一个是说 美纸依旧没有下坡 或者说欧元没有上坡 所以这个地方就存在着变数 反复的上下了一些 上下了一些运行 上下了一些运行 好 那么 还有像这个 刚刚刚刚通过说的朝鲜问题 这些 就是说可能市场有说反应 包括昨天可能黄金的话 在凌晨的时候也有上涨 但是当个解盘的时候呢 这个 按照如果昨天的 这一天的运行到现在来讲 就是略微的上行 因为昨天解盘的时候 然后大概黄金的价格应该是在13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略微的上行一般来讲黄金可能会整理一个横向的一些结构 因为它是上下的运行 然后虽然会有向上的突破 但是立刻又会回到前方的区间里 之前的话最高点是在20 今天凌晨的话是在2125 然后价格又回到这边的地方来了 有点苗头 我只能这么讲 那么这是市场的一个变化 那么强弱的话可以看到纽币是最强的 就是在欧元 英镑 澳币 纽币 以及像其他的 比如说像加拿加币 包括瑞朗 细细的品种里面 能够值盘当中还能看到纽币是最强的 因为昨天纽币的上行 可能上面有一个涨幅 大概接近到1的一个涨幅吧 算是比较强的 一会我们再去讲 就是这些都是现在市场的一些运行的一些状态 那么 接下来的行情啊 就是我们先先说一下 我对市场的一些看法吧 对于纽币来讲 从运行的角度来讲 本来我认为它可能是 到了今天应该要触发的这么一个行情 但是我是觉得还没到时机 还没到时机 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到呢 还是市场的市场心理的 它虽然现在运行的这个形态 包括也出现了末端的拉伸行情 就所谓末端拉伸就是 它是先以一个上涨的过程 可以看到在这个底部一开始上行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单日的 比如说0.8 1.33左右的一个拉伸 然后中间的进行一个横向结构调整 然后再次拉伸到末端的这个再次上行 比对昨天的运行 就不再比了 大家能看到 昨天它应该算是最强的 那么这个相应是什么呢 就是它相应是说一个底部的一个上涨当中 先由下方向上涨结构 接末端的拉伸 这都是对的 但是就是时间的问题 感觉上还是没到那个时间点 那么之前我也大家计算过 就是假设0.7030 是一个做空点 在这边 那么如果止损点刚好是在7.130 就是在这一天的最高点 那么之后的话 如果被点加到止损 应该向上运行大概在150点附近 是一个压力区间 就是7280附近 所以也可能会 因为现在市场的话 整个从形态来讲 你触碰以后 没有能够快速向下的反转 也就从末端的那种洗盘的行情 就是相当于是说 你可能有同学在 或者有市场的人 在这一侧附近 看到下跌也好 今天做空 然后它的反向拉伸 然后把这部分交易洗掉 然后再出现这样的行情 那也就讲 今天飞龙以后 最好的运行的方式 就是先打下来 再打上去 就是先下行 然后再上行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样的话是 刚好就是 我觉得会是到 一个很好的位置上 市场不敢去放空的点 那么这个点 我觉得应该是在 0.780到0.7280 这么一个位置区间内 然后再等到 市场整个的心理变化 比如说 今天出现了一个 比较好的飞龙数据 因为昨天的话 ADP的数据还是不错的 也算是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值 昨天的话实际上 昨天的预测值 只有这个 19万 但实际值是25万 高很多 高很多 那么是否飞龙也会像 这个市场预测的一样 就是比如说 之前 预测是19万 如果会不会 这一次也是达到 20万 甚至于是接近到25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 先期的一个下行 然后呢 我希望是下行完 最好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话就是 可能这种思维法 是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 比如说现在像欧元 欧元昨天是 又接近到前期的高点 而且破了一下 这个 这一天的高位 但是还是没有上铺 然后又打下来 那么英镑 英镑是这样 比如说像 昨天是 略微的 算是对于前天的反弹行情 昨天是对前天的反弹行情 然后像澳币 也有上涨 但是涨幅没有努力那么大 一般来说 有同学讲 正常你做空 不是应该做一个 弱的一个品种吗 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做空我们应该选取 这个思维方式通常是 短期的教育 就什么叫短期教育 比如说 假设今天 我们要去做 正常市场应该是按照 非美走强的运行方式去做 因为之前 非美是上了情 也就是讲 正常你要买入的人 当然应该是买入最强的 那是谁 应该是纽币嘛 或者是黄金 那这是短期的 就是所谓的 你买入的话 应该买一个短期最强的货币 那对于长期来讲 就是应该是漫出最强的 买入最弱的 之前已经反复演示过 所以我虽然讲 我希望是在 我做空它的时候 我便能够转成最强的品种 所以昨天是出现 也需要两天 就是从第一天 正是它比其他的品种 在同期来的强 然后再经过 一两天的变化 包括利用这次飞扭运行 然后让它显得很强 然后再加上 比如说形态 包括整个市场的心理 这个非美会继续的上行 然后刚好是它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区域 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经常 就是一般来讲 做左侧角 能恰到好处会好一点 当然你早一点你也可以 但是如果区间上 它有可能再出现一个 一个比较明显的来生 比如说我说 我们在0.7030 假设到这个位置做空 也许到明明看 其实这个位置做空也无所谓 但是你如果是进场了 在这一天 这一天刚好走了 0.7034 这一天是12月15号 你等到最高点的时候 可能亏200点 同时还可能会有 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对于心理上的影响 是会比较大 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能够同步 越同步越好 所以看今天的运行 如果它是有回忆 再往上走 就比较好 然后到市场心理 然后包括分析形态也好 所以目前看的话 本来我觉得这个点位 不应该破 目前看的话 应该要破一下 因为你破了一个这个点位 不能够下行的一个态势 这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分享 当然也可能 当然这个没法 百分之百的去讲 这个因为是 现在来讲是试探性的 当然也有可能就到顶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今年这笔交易 我是希望稍微能够稳妥一点 看得更加的仔细 然后把这个整个市场 我觉得现在看懂市场 比这个做交易更重要 因为现在市场的话 接下来的大方向到底在哪里 我们都要都是七十时代 多空两项是互相在交易 我们比如说像欧元 是否破位啊 包括破位以后能否延续啊 这些可能都是要 接下来我们要耐心等待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 主观性的去判断它 是否能够破掉去年的那个高点啊 其实离的都很近 但是不破就是不破 所以它到这个地方呢 一直在徘徊 这也就变成了像这种状态啊 所以大家可以耐心去 去等待这个行情啊 那么黄金的话呢 虽然它有 有这个上坡啊 但是我说转成横向情况 就是它所谓横向有阴阳交替 有点瞄头 就是阴阳交替 也不很快的下行 但是也不是说能够像之前 又继续的延续性的上行 所以阴阳交替的话呢 相当于是说它应该是要 走出一个震荡区间 你就讲 如果今天市场出来以后 它先向下打 我觉得正常 但是别往下走 就是最好是走到这边来 然后再横向结构 再运行下去 最好在 都能够维持住这种状态 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 给我们在后期的 就是交易来讲 会好一些啊 所以现在实际上 按照运行 可以看到 按时间算的 昨天我们解盘的时候 应该是在 在这 解盘的时候 当时解盘价格 应该在1312 现在是16 而且高一些 上方是有25 一个高点 但又打回来 所以 有点震荡态 所以 看一下接下来的变化 最好是能够 持续的横向结构 好 那这是 主要我们在 运行的一些品种 关于市场 你说这次的 非能 是否能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现在 非能实际上 包括 我觉得 不会像之前 这么大 所以今天 非能能否 推出来一波 很大的行情 我是有一个问号 但是我希望 它能够 像扭币 我希望它 通过它 能够把扭币的 一个结构 如果做出来 包括接下来的运行 能够使得它的一个整个结构 有所比较成熟 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当然 如果今天晚上 非游出来以后 如果它 冲到了 0.72上方 最好冲到 0.7230上 可以做 比如说 如果没有 就是如果它今天是变成是一个 上下的震荡行情 但是最后收成阳线 什么叫收成阳线 今天看完价是在 就现在这个价格基本没变 如果它出了数据以后 上下有一些震荡行 然后最终到页里 收盘在这个价格之上 然后而其他的品种 比如像好几欧文英镑 变成阴线 不是大敌 就是收成阴线 或者没有它墙 就是最好的 然后到下周一 再向上冲 周二 再向上冲 就是不是上上冲 就是周一冲 然后看运行的结构 然后到市场因素里边 把纽币大涨 记录进去以后 然后市场分析 继续看涨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是 刚好去做混淆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设计 然后也就算是 耐心等待的一些 交易的机会 然后它能够去 比较好 我们可能今年吧 第一单的交易机会 可能带来一个 比较好的因素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估算一下 如果极止的话 出现在0.7270附近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你到0.7270 我们放到150点左右的 这种直损 那么刚好价格就能运行到 到这个地方了 就是直行点在这 那么我就觉得 如果你这个点位破了 那我空单直损 我觉得是一个 我会接受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不破 然后你会转成下行 有人说到这边 是不是给上方的 单子淘仓有结果 那要看 就是它如果是 点次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 它是运行到这里 突然是一个拉伸 下跌也好 可能就没有 如果是它是运行到这里 然后能盘整的运行 那当然给它一个逃仓的机构 但是也要 多单如果平掉了 也会向下 给予下跌的力量 然后这样的话 也可能会是 当然要看了 要看后面的一些运行结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大家耐心等过了 两次拉扯 先想一想 就是说 第一次 本来判断到这里 有可能走过 让大家耐心等来 然后躲过了一次 然后到这边来以后 大家再耐心等来 又躲过了一次 等于是 现在躲过了 两次的向上拉伸 从我们准备进空以后 所以到如果 两次拉伸以后再做 我觉得安全度来讲 风险度来讲 是有下行的 就是做空的风险度 是在下降 这个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其他的品种 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 你说包括今天 把现在所显示出来的 就是 所有非美当中 耐币是强的 其他品种是稍微弱一点 只有这个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要去 当然今天可能 如果你说 现在 非美当中最弱的 那当然可能是每日 因为每日的话 又运行回到了 113以上 但是 你说他能够 继续的上涨吗 有可能 如果他今天 我刚才讲 如果黄金 如果 能够下 每日有可能会 穿越到 这个区间的上方去 那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 穿越到这个区间的上方 是否就直接能够 向上打开 上涨的空间 就是说整个 这个是一个密集区嘛 如果交易算的话 就是这个区域里 算是一个密集区 除了 某些天 在这个区域之外 就是大部分时间 都在这个区域内 这些密集区 那么 你穿上去 能否摆脱它 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 如果不能摆脱 也有可能 像黄金一样 再转成横向结构 只是说 比现在的 震荡的空 就是位置 有时候现在这个密集区 是维尔在 1213 但是它可能 会围绕在 113 114 也有可能 就是相应是调高了 位置调高了 一个空间 然后再转成横向 就好像是 黄金 可能现在是在 111315 1315 那可能比如说 通过 今天的 一些数据影响 它 回到了 1300到 12 就是 假设这是一个 这两天的区间 它可能会把这个区间 下移 下移到这里 然后再进行 这个也是 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就是 在观察 就观察市场 会不会有这样的行情 如果有 这就说明 起码来就 我刚才 或之前讲的 一二月份 黄金 还要转成 横向结构 是 然后再等到 三四月份 再去下行 好 这个是 我觉得 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 现在没有什么 特别好解的内容 就是大家看到一个结果 就是 纽币变强 然后 其他品表 稍微落 刚好 给纽币做空 带来一个机会 就是 你解释吗 就相当于是说 如果你 现在是 做多非美的人 其实 做多的品种 它也会 越来越集中到 去做多纽币上 因为 别的品种是 没有能够冲破的 那纽币是冲破 那么同时 当我做空的想法 也会集中到 纽币上来 这就是市场 市场的话 其实 比如说我认为 这样纽币 会有大跌的行情 那一定要有人 做多才可能 一定要有人 做多 又要看多 那唯一的 办法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品种要走强 那才是我做空的区域 所以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所以那么 这个地方 如果是运行到 可以看一下 如果运行到 是0.7280 那么刚好是 回弹到 是0.618的位置 附近 现在是 猫到0.5了 刚 差不多 接近到0.5 这么一个 位置上 如果 更精确一点的话 应该是 差不多 刚好在0.5 对 我觉得还是 有可能性 再弹回到 0.618 0.618实际上 如果到这个位置 附近 也是前面 可以看到 日级的 一个支撑 一个支撑位 而实际上 当时 我跟大家分析 就是 按照这个交易来讲 多头的成本位 应该集中在 这个区间 就是 0.7 0.72 到0.73 这个区域 当然也有可能 会更高 因为要看 正常的话 是这样 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 下跌当中 做多 当然你的位置 低大 正常 做交易的人 都是 看下跌以后的 阳线以后 做多 一定要记住 就是 我就做测 我是要在 阳线做空 阴线满入的 对吧 但对于 大多数人来讲 一定是 它是 下跌当中 在阳线去买 在 在阳线附近去买 就是 这样的话 实际上 就在 0.72 上方 就 0.73 这些 然后 这个地方 下来以后 被套住 然后 再买的人 也会在 这些阳线上方 去买 不会再 下跌去买 这是一个 开始做教育 后来转入到 做左侧教育 有思维方式 不一样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几个翻转点 这个点 如果是 阳线以后 那么是 0.73 0.73 这几个点 就 0.7250 0.7250 到后面 这些位置 也都在 0.7250 到0.73以后 真正到这里 就真正的 逆上 就是被套住了 所以 实际上 在这一次 都是在 0.720 到0.73 上 这个位置 所以 回探一次 这里 市场是可以的 也刚好 把下方的 洗盘也洗掉 所以 那么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 是完全可以 接受的 好 基本上 就是这些 那个 包括欧元 没有 我冲破 今天的变样化 是什么 就是我不能讲 这个地方 我没有办法定义它 就是你很难说 它会不会破 就差三个点 但是就是没破 也可能就不会破 历史上是 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不是说没有 就非要 一定破它 然后再下行 就完全可以就这样 然后再一点点下来 这个就看市场的运行 包括英镑 英镑的话 2613最高是 3613最高是 367 也就是差几十 这些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 没有破 不能算 不能算突破 记住这个问题 好 大家等这么长时间 实际上飞龙之前吧 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一些运作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市场 运行的一个消息面 比如说像 下周一 今天有飞龙了 下周一 有没有一些 关于纽币的一些消息 这些都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是有 看一下市场 差不多 关于像朝鲜问题 我个人觉得 关于朝鲜问题吧 我觉得 就是中国公开也好 私下也好 这个说中国和朝鲜之间 这个这个问题 你怎么去说 其实 就你怎么样去公开也好 其实 没人会信 就是说 什么概念 就是说 其实之前 关于这个联合国制裁嘛 赞成票 对于朝鲜的赞成 但实际上 你投完那个票 你现在再去公开 什么 全面 其实 有点多次一几 其实本来 你就已经同意 所以这个有点 但是你说 中国和朝鲜之间 私下会怎么样 咱们也不是上层的人 他们之间的 这种想法 或是什么 咱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 大家还是平常心看待的 这个朝鲜问题 你要记住 它拖的时间越长 实际上 它对市场的影响 力会下降 它逐渐逐渐就被市场所接受 一定要想象到这个问题 就跟现在 即使我觉得 现在你朝鲜再去发什么导弹 我是觉得市场 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它有升级 那升级是什么 升级无非就是打仗 现在你说 还有什么可升级的吗 你说你做核实验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了 做了好多次了 像现在的科技 世界上哪个地区 在做什么实验 多少公里以外 乃至于太平洋地区 就是美国那边 你在中国那边 做任何的实验 那边都能够感应到 你要知道地震波这个东西 就是通过测量地震波 包括发生的点 直接就能测量出来 这个地方 做这个所谓的实验也好 它的当量也好 威力也好 其实都能测量得出来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东西 按照现在的科技实力也好 所以这些也都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的就是 到底 然后大家要谈一谈 聊一聊 我们这早晚的事情 这个就跟 可以这么讲吧 就跟叙利亚的IIS这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后来IIS 被逐渐地打压了 就是美俄两个国家 同意了 要共同地去对付它 因为你像之前 将来是之前 之前所谓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比如说什么恐怖组织 包括什么车程 包括这个 这些等等的这些组织 它背后建立的逻辑 永远是 如果是美国打击它 那背后就俄罗斯在支持 或者是 如果是俄罗斯在打击它 背后就是美国在支持 而当两个这样的国家 统一起而成 那这个组织就没有人再去 给它提供帮助了 隐含的嘛 那么它就会被消灭掉 这些的话都是一些规律 大家都心知动明的事情 所以现在像朝鲜问题 只要中国说不可以打 那就不可以打 因为你美国你想去动朝鲜 如果你不经过中国 那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是显然一件的事情 你最多是威吾 有时候把什么太平洋舰队 甚至增派一个舰队 开到门口去 那你也不敢打 你真的想打的话 你 对吧 出动所有航空的舰队 舰队 具体的话 像朝鲜那个地方 我估计 由两个一半就打下来了 无非就是轰炸 就跟当年轰炸南斯拉夫一样 反复轰炸几个人 把他重工业的基地 把他所有的重要设施 全部炸了 自然就摊了 摊了 地面部队去 就没有什么阻碍 对吧 不是这个事情 一定要明白 包括 刚刚我看同学说 有什么 他跟下一个 这不可能的 IS是一个组织 朝鲜是一个国家 这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对吧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你记住了 IS在联合国是没有外置的 你叫我IS组织里边 有一个常驻联合国代表吗 没有吧 朝鲜是有的 朝鲜算是联合国成员之一 他在联合国是有常驻的代表的 你要把这些事情都搞明白 这是政治问题 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最后看 我觉得还是早稳的事情 就是中方和谈 然后无非就是 你退一步 然后我退一步 然后长到一个气和的点 这事就算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运行吧 我觉得扭币还有一个空间 但是最好是今天是 就跟这里一样 这里是有一颗影线 这里面不是这里是有一颗影线吗 在这里 画出 好 这有一颗影线 那么这是现在的完整结构 完整图形 差不多 也就在附近 然后如果今天再有 再上 为什么呢 第一次是 假设这个地方 第一次是假的吗 再来一次又是假的 第三次是真的 已经没人做 我其实一直每一次做交易 左侧点都会跟大家讲这种逻辑 之前好像没有显示 突破非能 那一次 假的 再来一次 又是假的 我们再空 到第三次它大跌了 是不是市场的一个大跌人不相信 那可能是真的 真的就下去了 真的就下去了 好 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了 然后担心等一下了 还是那句话 之前我讲的就是 最好是你能够等我发行 因为你提前进场了 那么 还是要你要继续想清楚了 因为你 比如说如果我们进 如果万一等到这里 你之前在这里进场的人 那你就可能有一些浮亏 那你就不要再去加仓了 你要一定要理解的一个问题 就不要加仓 或者是你要把仓位设定好 你可能说 你在这里进了 你到这来止损 你仓位可能 五倍 那三百多点五倍就百分之十减 你能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你就减仓 一定要明白这些 我不一定说它就不能够上车 完全有可能 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你记住了一个原则就是 你的进场点 和你的止损 你要有多少的亏损 你能够去承受 你再去考虑进场 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 包括现在黄金 黄金的话现在成本已经到90了 就是我的成本已经到90了 这一周 已经到90 90的话现在我就知道 两百多点 但是我是一倍 我是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的亏损 这个都非常少 我是完全被你接受 它不影响我去判断和分析市场 但是你对于加仓 你怎么样 你没有拼 那你现在可能浮亏 百分之二三十 甚至更多 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 前因 包括这些内容 都要想 明白透神 这个市场不是一波就能够赚到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明白 因为你做到最后 做的是资金规模 然后是按照比例的增长 然后是保持一个长久的一个节奏 这是很重要 所以你对于我来的去年 大家也有个看到 去年的话一整年下来 我大部分实际上是不做家务 但是我做家务的时候 只要有几轮做 做OK就可以了 一年下来也有2000点左右 也没有问题 对吧 那你要是说你天天去做 盈亏盈亏 其实 不赚不赔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觉得如果去年 你按照我的交易指导 只要你每周都跟随了 或者是你都跟中间一部分 我觉得获利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我下决定做交易 并且给了出场位置 这些交易 你都参与了 对吧 应该是没问题 从年初像空了美日啊 中间空了好街啊 包括中间有一些 这些短线的一些交易波段啊 包括等到 把它加在一起吧 包括美加呀 黄金呀 就是你加在一块 你只要都做了 应该是获利的 最后这一步黄金呢 本来就是一个 清仓时代的一个黄金 现在的话又是黄金吧 就算是日内的低点啊 不会继续的下行啊 这些都可能 黄金下行 纽币上行 刚好就是需要这么一个态势 为什么呢 就是在之前 你看黄金和纽币 是差不多一样 是你黄金更强一点 今天会不会和人话 就是黄金走弱了 而纽币还保持在强势期 而本来其他品种就没纽币强 就变成纽币是最强的 这刚好就是我们应该去做过来了 把这个思维要理清楚 然后最后等它的就是 然后这个市场认为它走强 这个真正落地 就是再涨一下 就真正落地了 然后刚好去做过来了 然后耐心吃了 这就是各种思维 僵持在一起 大家有问题吗 可以问一下 今天晚了半小时 还有二个分钟吧 当然我们就可以提一下 上这 看一看 哎呀 这个股市的话我觉得 现在的话适合买一些超跌反弹的吧 不适合做那种 二线蓝成 你指二线蓝成是什么 是美类啊 所以指的是 没太理解 中小版的话我觉得现在 可以 对 可以 到明年的话 我觉得上正不是主角 我觉得中小创业 这个是 是 是有机会 嗯 那下半年吧 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到明年上晚 应该是 蓝筹想动的话到后年 我觉得才有机会 今年这一年 最好先别动它 看一下 然后到 后年 真正大盘启动的时候 我是觉得才有机会 现在先别动 听到吗 私下再说 基本上就这样 都不转换了 然后 最好是 强和弱之间的 最强到最弱 就是 就是现在苗头出来了 就是 一定它是最强的 然后从最强变最弱 这个我没做过 上个 谢谢 您想看多吗 不是 是 我 我觉得现在 物理太高了 没有必要 我 是 是 就 你 不是 我 你 你 我 你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咱们再说吧 它期限是多少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属于哪种呢 50万账户很正常 对 股市计划 现在国内开通的话 最少都是50万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上这50 如果是满入期权的话 现在肯定不是时候 如果正常的话 我觉得到后年才是时候 或者今年的话 还是中小版的 就是不是大船 严重运动的时候 那它就是股指期货的账户吗 我知道 股指期货 你做空也不行 你等于是 你现在你做空 上到50也不可能 就是它不是一个满入期货 但是它肯定也是一个做空节 就是它50万开户 应该是那个股指期货的账户 它已经其中一个平整就是A5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IF吧 主要的就是三个 IF、IH、IC 三个 上证50 然后中证500 然后还有忽生300 就这位三个 我觉得我看的话 做中证500 可能会好一些吧 我觉得如果今天要做多的话 就是所谓IC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参与的 我也是听具体的里面的这些要求啊 资金要求什么的 还是你就听他们吧 那昨天的话 那道指又重视站到了2.5 非常快 就是一天就到了 因为就还有几十个点吧 60个点吧 0.3 我昨天涨1.6 已经最高点 收盘的时候已经到250 所以没有迹象表明 每股要走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上升的主身啊 200年金融危机到现在 走了四倍 确实是挺夸张的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耐心等吧 波段行情就是这样 不成熟的时候 实际上还是没到 就耐心等 然后把它等到 就是足够耐心 其实你这个时候 你做其他评仇也没有什么机会 你做多多远 空间也都很小 没有什么太好的空间吧 一两百点 想要 英镑啊 一两百点 就这些只能是算是 短期的行情啊 所以只是说 耐心等一下 波段行情 这样一天啊 这样的确实 这样一天 人民币确实是升的比较大啊 人民币 我说有通说人民币啊 因为其实就是二次的 能破还真不清楚 但是确实是 它是反弹啊 然后再下行 所以这两天人民币有 就是每盘就是人民币 就大大 人民币大涨了 你看这个图形是下跌的 人民币实际上是大涨的 从6.6 现在已经到6.4 6.5以下了 有1000点的涨幅 6.6 现在是6.48 1000多了 将近有13% 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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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的升货 啊 很厉害 会不会跌穿啊 真不好说 按照人目前的基本面来讲 有人在大幅的升值 这个概率也不高 所以实际上按照 这个运行来讲啊 回到整个波段 就是上涨波段 大幅贬值啊 然后呢 回碳到中间0.5的概率 就现在 刚好在0.6.5左右 这个地方整顾一下 当然不排除说先跌一下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整顾一下 今年可能转成一个震荡结构 我觉得概率还是高的 现在人币的话 它不升值 概率不高 这贬值吧 哎 反正这个 咱们先别说人币 贬值应该不会 这个不好说 挺难判断的 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那就看一下 今天费用能不能 把这个结构做出来 我也是在安心等 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稍等 费用能不能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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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喝这个问题吗 这个群里边总发这个程序是什么呀 没有看没点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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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关于说其他的交易市场 我觉得都可以参与了 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解盘 还是外汇市场为主 像我个人有参与其他市场 比如说可能为主 就是外汇市场为主 然后其他市场也是在看到过 现在最火的ICU的市场 但是没有参与 还没做好准备 因为市场还真是 包括像 可能你们没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就中国今天有像 想一想是什么股票 大家先看看是哪个股票 今天就是这两天吧 美股的股票涨幅很夸张 就是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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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个涨幅 那个是叫什么叫好像叫中网吧 中网中网在线啊好像是那个股票确实是挺快的 他也是中王三姓 有股油股票 然后跟他有关的 像这两天是四川金创 四方金创 像这些股票今天都打涨停 都是因为那只股票 他们有相关性 A股的这些跟区块链有概念的股票 今天有好几只涨停 但你说这个能不能够持续 我是有觉得好像比较难 所以今天的话 基本上区块链的 都是比较大的一些 当然有几只股票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敢进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 它确实是涨 但是背后的这个能不能够 持续的推动 不好说 一旦如果进去了 然后出不来 那就很麻烦 就只能看看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买 这种股票 好吧 基本上就这样 然后看一看非能量的反应 然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目前是朝着我希望的一个态势 就是纽币最强 就轰大了 那个方向去发展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 飞浓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我没有短线交易的计划 这次飞浓 因为看不太懂 这些短线机会 最好是等它走完了以后再说 然后到明天下周一 我们看一下市场的整个的运行结构 等成熟了 然后我们再去做就行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周见 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见